我们中国古代都贴门绳 贴门绳也是有一个故事 就是唐太宗有一次就得了一种病 这个晚上睡不着 经常受惊吓 觉得是有鬼神有什么东西 要来抓他杀他 这怎么办呢 当时他两个大将 一个叫秦苏宝秦琼 一个叫御之公 御之尽德 现在我们随唐演绎 经常会提到这两人 那么这两位是武将 这功夫很厉害的 那么这两个人就说 这样吧 我们穿上戎装就穿上军装 拿上武器 晚上我们站在宫殿门口 看还有谁敢进来 唐太宗果然晚上那一晚就睡好 所以踏实了 那么你到晚上那两个大将 老了这么值夜半 他受不了 所以后来就把这两人画在门上 到现在我们还有好对方看那个卖的 那个值 一个御赤公 一个秦琼 所以铁门神 也是请他们来帮自己家里站岗 不让那些东西进来 那么再到后来呢 就是慢慢变成对联了 好像这种东西啊 都从四川那边过来 四川那边 就是五代十国里面一个后蜀 当时他们在这个宫里面的门口 是要弄两块头目的 后来这个后蜀是姓孟的 他们建立起来 他们后来就在头目上写上一些吉祥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呢 慢慢的就是成这个 也成为一个新的习俗了 那么家家户户贴对联 我们不要忘掉一个人 这谁的功劳 这朱元璋 那么朱元璋的那个时候 就认为一到新年了嘛 要万户的气象都要新 他下个命令 而正月初月的时候 无论是官员还是书名 门口都要替对联 就他夜里还微服四方 全程都会看 据说看到最后这一家人家没有对联 他跑进去一问是个屠夫 杀猪的 不会写 没有文化 说早人写了 现在还没搞定 那么朱元璋了 二话不说 就自己开始写了 他当时天下未定的时候 他就想到 我作为一个新的朝代 我要有自己的制度 自己的文化 所以他当时第一个决定要设立的部 一个叫礼部 两个局 一个叫礼 一个叫阅 他甚至当时就想到要记孔夫子 全国人民要有文化论同 那么他走进去了 就是一个对联的 就是叫做双手劈开生死路 把这个猪啊 摸开的 是吧 然后一道隔断 那这个是非根 一道就通死了 然后写完以后把笔一丢他就走了 那么后来到清朝的时候 也是继承了个家家户户户户村联 但是呢 他有一个规定 我们现在听起来非常奇怪 就老百姓拿红纸鞋 这个满族人在宫廷里面对联是白的 但是那个边是香了蓝边或者红边 所以这个铁村联在我们中国 它是一个很古老 很受欢迎 这样一种文化 这种文化